这座古墓内的壁画比梵高的星空还更有艺术价值和考古价值 如此震惊世界的发现离不开中国渊源流长的历史文化 我们先人们的勤劳与智慧是国外几百年历史无法比拟的 05年年初陕西省渭南市铜关县高桥村 有村民发现了一个一米多宽的道洞 秦中自古帝王都 陕西的地灵数量和密集度居全国之最 所以当地的村民对文物保护的意识很强烈 他们赶紧报给了上级 县里的文物大队即刻赶了过去 他们在一处宽阔的农田边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洞 站在上面看里面黑乎乎的深不见底 初步推测地底下的墓葬规格也不会小到哪里去 根据当地文物部门的历史考察记录 这个墓葬一直都没被发现过 铜关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关爱 我们从杜甫的诗中 从张养浩的诗中 从很多古代诗人的诗中 都能知道它是一个一守南宫的重地 它是关中平原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 像秦王扫六河 汉武帝的太子刘具 蒙渊被父亲逼迫自杀 都发生在铜关 他和河南的韩谷关 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正因为历史上 这里发生过太多的事件 所以铜关也是著名的墓葬之地 博学而连结的东汉高官四肢先生 杨振就曾带领全家 将整个家族的墓地葬在这里 不过奇怪的是 一般的达关贵族 会把自己的墓地葬在黄河边上 好面朝黄河对应好风水 但杨振的家族墓葬 似乎并不在黄河河畔 这位首创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的四肢先生 是不是有更为独到的见解 还有铜关穗村发现的墓葬 也没有葬在黄河河畔 而是将墓葬迁到了偏僻的山沟 以致当地考古工作者 每年例行的文物摸牌 都没有发现他的足迹 但就是这样一座 如此隐秘的墓葬 为什么躲过了考古工作人员 却躲不过盗墓贼的眼睛 不然也不会出现一个 这么大的盗洞 这座没有任何历史记录的墓葬 这伙不知是哪个朝代的盗贼 他们又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秘密 考古工作者带着这些疑问 决定对其进行深度的挖掘 面对黑漆漆的洞穴 大家对他的害怕胜过好奇 但还是有一位胆大的工作人员 挺身而出 借助绳索下到盗洞下面 才刚下去没多久 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十几米深的巨大盗洞 直通墓穴 能挖出如此大如此深还不塌方的墓穴 说明盗墓贼肯定不是初次盗墓 而是一群经验丰富的老手 流传作案的他们洗劫过的墓穴肯定不在少数 这不免引起考古工作人员的担心 因为很有可能眼前这座墓穴已被他们洗劫一空 虽然值钱的宝物可能早被盗走 但具有研究价值的宝物被永远留在了墓里 工作人员看到墓室的顶部 有一幅塞过梵高的星空画 日月星辰昼夜轮换 美轮美奂赏心悦目 它运用多种色彩 十分罕见 像这种星空穹顶的墓室 在我国也不是没有先例 但能使用星空顶作为自己的墓室的 只能是帝王一级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比较出名的星空顶就属秦始皇陵里 那个无数玛瑙珍珠玉石翡翠搭建而成的星空顶 这些璀璨的宝石仿佛星星的样子 给深埋在地下的帝王带去永远的光明 也引导他们的灵魂走向深邃的宇宙天界 由此说来 这座墓室的主人会是哪一位帝王呢 考古人员越想越兴奋 在前方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他在黑暗中摸索 可一个巨大的浮土堆摆在了他的面前 犹如泼了半盆凉水 考古工作人员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墓室里出现大量的浮土 这一发现毫无疑问的指向一个血淋淋的现实 就是这座墓葬早在好几百年前 就已被盗墓贼光顾 说不定几百年过去 讲过这座古墓的人早已多如牛毛 但工作人员还是抱有一丝希望 他猜测这个浮土堆既然挡住了他 那么是不是也挡住了历年的盗墓贼 浮土堆恰好就卡在永道里 把墓室和外界深深阻隔 经过现有的观察 专家根据墓室的形状判断 这座墓葬应该是唐代早期的大型墓葬 如果真是如此 那为何历史上对于这座大墓的存在 没有任何文献记载 墓主人到底是谁 为了弄清他的身份 考古队从多方面入手 有人继续深挖墓序 有人对附近的村民挨家挨户采访 可问了很多的村民都一头雾水 直到一位姓董的算命老头 回忆起自己儿时的故事说 在我很小的时候 听村里的老人说 这个村子其实有一座王爷墓 但因为没人知道具体是哪位王爷 所以他一直孤零零的埋在那里 但可以肯定的是 目前村里姓董的人 都是这位王爷的后人 通过这一线索考古工作人员查阅史料 发现唐朝初年 朝廷为了赏赐功臣 确实封了近百位 不同性别的王爷 如唐代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郭子怡 被封为粉羊王 唐初名将薛仁贵的孙子薛松 被封为高平王 太平公主的三个儿子都被封了王 虽然封了这么多位王 但就是把史书给翻烂 也找不到一位姓董的王爷 是村民们记错了 还是这位王爷过于低调 此后也没被记入历史 毕竟一百来位难免有漏网之鱼 与此同时 在挖掘墓葬的工作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他们终于摸清了这座墓葬的具体形质 这座墓葬呈甲字形结构 坐北朝南 长约63.8米 仅仅是这个长度就远超一般的诸侯墓了 如此看来 岁村的这座大墓是一座实打实的帝王种 在唐朝初年规模比他大的只有 一德太子墓 张怀太子墓和永太公主墓 这几位武则天的儿子孙子孙女 因为背后议论武则天和男宠们生活的迷乱 而被武则天残忍赐死 那么墓主人的地位应该略低于这三人 墓中还发现了六个天井 根据唐朝制度 一品到三品的大官死后也才能享用五个天井 这位墓主人的身份肯定在一品官员之上 逐步缩小了墓主人身份范围后 那他到底是谁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 一个新的发现拨开了重重迷雾 在墓道斑驳的墙壁上出现了厚厚的白灰 这预示着石壁之上极有可能存在壁画 而壁画很有可能隐藏着重要信息 或许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类比义德太子墓 张怀太子墓和永太公主墓的壁画 大都会有他们三人各自的生前故事 或是反映了他们下葬朝代式信息 目的就是为了便于后人去了解 考古工作人员清理出了壁画 一幅幅巨型图案摆在他们面前 这是一幅仪仗图 浩浩荡荡的随从 威风凛凛的车马 描述出墓主人生前的气派场面 仅在东侧的壁画上 就一笔一画地描绘出了46个人物 他们神情肃穆不苟言笑 手上指着上朝时用了护板 护板是古代文武大臣朝建君王时的办公用品 由此说来 岁村大墓主人生前曾在宫里任职 而且担任着很高的职位 在壁画的末端 还有一个造型考究的兵器架 被众人严格地守护着 架子上插着九柄大戟 戟最开始的发明是一种杀伤力 远胜过割或毛的武器 但随着历史的推移 它又有了更广泛的用途 变成权力和威仪的象征 在唐朝 但凡一品官员的府邸 都会摆上这么一架戟 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但戟的数量 没人敢高过九板 而这座墓的列戟图 却不太一样 因为它不多不少 两边正好摆了九把大戟 说到九这个数字 就很微妙了 在古代 九为阳术的奇数 多用这一数字来附会帝王 例如九五之尊一言九鼎 因为贵为天子 才配用九把戟九尊鼎 来彰显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一制度到了唐朝 有更为严厉的限制 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 才配在家里列几 怎么列列多少把几 都有明文规定 谁敢无视规定 谁就是藐视皇帝 就有砍头的危险 史书记载 凡太庙太舍等诸公门前 各二十四级 太子的东宫列十八级 正一品大官门前列十六级 开府一同三司 郡王若上驻国门前列十四级 对照岁村大墓壁画上的几数 正好十八 如果墓主人果真葬于唐朝 那么他应该是大唐太子 如果真是太子 那又为什么会葬在如此偏僻的地方 唐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的鼎盛王朝 历代唐王的林寝 都是极其奢华 就连二十岁上下被赐死的 宜德太子张淮太子 永太公主的墓 都塞过很多其他朝代帝王的墓 更别说女皇武则天和其丈夫 唐高宗李治合葬的前领 虽然岁村大墓的规模确实不小 但对比唐朝其他太子公主的墓 又寒酸了点 而且还葬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 显然不符合富裕的唐王朝作风 虽然这样考古工作人员为了万无一失 还是翻遍史书 发现唐朝的太子墓数量有限 并且全都名花有主 没有哪一位太子会葬在远离都城的同观 难不成史书并不完整 毕竟传了这么多年下来难免有误 但墓室里的一个壁刊的发泄锁定了墓主人的最终身份 壁刊里相继出土了219件珍贵文物 里面含有大量的隋朝陶涌 仅从这一点就可以判断墓主人并非唐朝人 而是生活在唐朝之前的隋朝 可怜隋朝享国只有38年 十分短暂 很多那个年代的东西 大都容易被误认为是唐朝的 有了这个关键信息 考古人员把唐朝史书通通丢到一边 翻开了隋朝史书 发现短暂的隋朝诞生有三位太子 分别是杨勇、杨广和杨昭 杨勇是隋文帝、杨奸的大太子 因为贪图享乐不成器被废 赐子杨广即位成为了新的太子 杨广就是我们历史书上学过的大名鼎鼎的隋阳帝 金行大运河的开通者 杨广在其父亲隋文帝去世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刺死了自己的哥哥杨勇 并追封其为房陵王 而杨昭是隋阳帝杨广与皇后萧氏的嫡长子 杨广在位时封他为太子 那么岁村大墓的主人不是杨勇就是杨昭 通过对墓主人骨骼牙齿的分析 发现他死于35到55岁之间 根据史书记载 只有杨勇是死于这个区间 所以岁村大墓的真正主人 正是隋朝的第一任太子杨勇 史书上是这么评价这位太子的 品德不休 娇奢淫义 失宠于文献皇后 受到晋王杨广和司徒杨肃的陷害 被父亲杨坚作罪废为庶人 而后又被登上王位的弟弟杨广 矫照刺死 消失在 有点